和往年一样,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开幕之前,一场新闻大战已经悄然在打响。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外的媒体区历来都是记者来捕捉一手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记者们大多是提前了好几个小时,等在场外来抢占有力的位置,希望能够拦截入场的各部委的负责人,而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去了解百姓关切的各类重大信息。 8点一过,与会者陆续入场,记者们抓住他们走过媒体区短短一分钟的时间,大声呼喊,希望得到回应。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棠听到记者急切地呼唤,停下脚步,他表示,近年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增长仍是主基调,而大家关注的全国GDP统一核算方案,有望在明年推出。 GDP的统一核算呢,已经被党的18点三中全会,列为一个重要的改革的议题。 我们大致的设想,就是今年的要认真的调研,停取有关单位,特别是地方的意见,争取今年能形成一个全国统一核算的方案。 能否完全的明年推出,也还要看经过一些法定的程序。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大交通部已经组建完成,将很快到位。 是去年的11月25号,中边们已经正式的批肤,我们现在正在落实当中,鼓起到14号就可以到位。 在杨传堂停留的时间里,近十个问题轮番抛出,最热的当属打车软件。 杨部长明确表示,打车软件国家认可,不过需要加强规范。 应该说总体来讲发展是好的,我们对它的研究,对它的发展也有一些安排。 希望大家耐心地等待,为什么我们要尽快地把它规划,找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从而使它更好的人民群众符号物,同时通过我们的智慧交通来服务大家。 抛给国家工商局局长张毛的问题,涉及行政审批方面的改革举措。 他说,今年3月1号已经在全国推行了企业注册登记制,几天下来企业预登记数量大幅增加。 今年还要继续推行企业的年减制度到公式信息披露制度和先证后证到先证后证的改革。 我们想这些措施推进以后,必将大大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和具有服务性的企业,必将会大量的增长。 通信业务资费高如何解决? 工信部部长苗维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引入民资来鼓励竞争。 我们也督促三家运营商能够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期盼。 总体上解决这个办法不是靠政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鼓励竞争。 通过竞争一定能够把资费降下来,达到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 东方卫视特派记者北京报道。